我們要紮穩成長的基礎 和小朋友一起種下 臺灣的原生樹種 總統蔡英文十二號 來到南投草屯鳥嘴壇 舉行一百一十二年生活圈植樹節 藉由活動不只種植樹苗 紮根生態保育 同時也呼籲目前水情確實吃緊 中央與地方會密切合作 全地吊水 找水 鳥嘴壇人工湖是中部重大的水地建設 預計年底完工後 將成為全國最大的人工湖 除了能夠穩定中部地區的用水 也透過生態工法的建造模式 達到環境保育效果 並順勢打造新興的休閒景點 所以我們是建立一個 生態共生的水利工程 我想這樣的一個水利工程完成以後 我們在南臺灣 可能也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典範 來興建更多的 這樣具有生態共生的水利工程 政府表示 每年三月是適合種樹的月份 各縣市政府都有植樹 互樹的活動 歡迎民眾多多參與 一同愛護以及永續 臺灣的森林資源